送上半首里留影纪念 正指我驻美外交官刘珊珊 虐拥官司封头 外交部长杨敬天飞美国 竟不是关心刘珊珊 而是抢搭何晓凤新闻热潮 登上CNN为可怜台女发声 何晓凤徐母故事 11月21号台东家人指认后 新闻发酵 11月23号杨敬天就趁飞往 中南美出席外交部长会议 过近洛杉矶空档 跟何晓凤会面一个小时 从中南美返城时 美国时间11月30号 又安排跟何晓凤聚餐 10天内主动二度会面 高规格处理 找了我们伊萨贝尔的律师 还有帮忙他的社工人员 吃了一个便餐 主要目的就是转达我们国人 对他关心 协助大团圆之积极 杨敬天甚至越阻带袍 透露何晓凤打电话回家 不过何家否认 当场上演罗生门 好像处理上要鞠躬 要要这个躬 然后说整个事情 好像很快就可以解决 那这种邀功的官僚心态 结果就被吐槽 他们要把面子提升 就事实上更积极的 应该去把这个事情做好 而不是用作秀的方式 然后让家属期待有电话 确实也落空 立委认同协助何晓凤回台团 原是人性好事一桩 但质疑外交部高调有作秀嫌疑 在刘珊珊事件陪上台湾颜面 外交部或许是想 借着何晓凤的新闻 扭转形象危机 三连新闻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